好 好 看来大王仔在这一段时间进攻上有点受阻 王志伟又来了 再没有速度 突破压缩空间 给到孙志伯外线机会 还是没中 再有犯规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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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 暂停 谁知道 请求暂停 他们就一个这个王志伟可以突 然后第一呢 他没有篮离他稍微远一点 第二呢 你大个儿再篮下注意协防 好 第三呢另外一个防外线的人 注意协防会插到八八卡的身前 他如果突破线 他去协防了以后 插到身前准备断这个球 他传出去的话没问题 然后再往外扑就好 好不好 进攻上耐心一点别着急 他们现在四次犯规了 任何犯规都会发来 听着啊 他现在是主攻脸 但是对手防他现在全退两步 让他去突 两点你要不找挡拆 你突破那个大的去 同时你有没有篮 你有篮随时左右切换 因为防你的人都去协防他了 基本不看你 所以你要注意一点 突进去观察这两点 马球就出手了 对吧 这个明白吧 包括篮下那个中锋 他去防就不要去协防 8比4 剩下的四次犯规 手不交代清楚 不要太激进上去 这个明确 啊 篮板球的控制得非常好 剩下你们把机会转过住就行 加油加油 你受累点啊 你是强点 你受累点 一二三 来暂停时间到 别犯错啊 聪明点 我都害怕暂停了 我只要一暂停 对面就发挥 每一次都是啊 再次给到单打 还是王志伟 急停 这下是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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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帮 不要急着起步 不要急着起步 王志伟太快了 自己杀不住 换阀 给到白队 也就是大腕仔 范雨萱 掩护之后 往里掉 漂亮 这下不可小视的是王志伟的弹速 不要急 不要急 再拉开还是一对一的战术 提前再接变相再造犯规 好球 真是慢 他这么打 会累得很快 他基本上应该没有体力了 再看王志伟能不能坚持住了 因为这个队他自己的体力也有很大的消耗 8比4 王志伟战场环球线 很有经验 系个鞋子修椅 到 王志伟的那个打法确实是很有观赏性 但是也确实是非常耗体力 好的 好准备两次阀篮 好 好球 第一发中 没有 第二发中 好球 王志伟这一场表现极度出色 帮助球队建立了六分的领先 大湾仔 什么时候一场才能得分呢 万云轩这场又是有点犹豫 大概三秒 两秒 一秒 压少出手 篮下篮板球 漂亮 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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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塾鸡架 隻身 保护叉 太久没得过分了 六比十 孙志伯还是走几键 这下 这两个头太短 庄战 庄 יה 这边王志伟非常注意 不让庄战去出手 因为他知道庄战是一个 杨鸣在外的投手 不得走 现在换孙之伯来防 太难了 非常出手 还有最后的两分钟 2分钟 给球 Wabka 转身过来 彩线 直接到了旁边的房子里去了 感觉要下班了 他玩得干净 不是 他玩得干净 他玩得干净 他比较干净 不 比较干净 这不是比较干净 他比较干净 大王仔 现在4分落后 还有最后1分52秒 张震作为核心队员 他这场没有三分命中 当然也跟对方的房子策略有关系 这下突进来中 来自范宇轩 而这边孙之伯马上想还一个被盖到了 篮板球拿到 能不能再有命中 BANG 范宇轩 范宇轩命中范超三分 内外开花可谓季宇轩 范超来自大湾仔 范宇轩连上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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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宇轩再来找到自己射手 孙之伯 类伯 范宇轩 金 赵宇轩 范宇轩 卸防 左侧 再转身 赫半球 王志伟 这一下 二次进冬点中 UKIA 返超 方战能不能有命中 来了 14比12 卸防 关键的一次 UKIA 4 3 2 1 押授防住 王志伟真的累了 他后面没力气 三打二 对他来说消耗太大 现在还有30秒的时间 孙力辰 三秒 看看孙力辰 自己来 哎呦 篮板球 篮板 巴巴卡拿到 还有机会去追平和反抄 没有投中 范宇轩在里面给庄战 看看庄战的选择 他控制住时间 三 4 再给到范宇轩 孙力辰 打 往里打 时间到的时候抛一个 有篮板 打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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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界 但是时间 也已经到了 让我们恭喜 戴汪仔 逆转获胜 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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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结果 他这个突破就是抽不进 抽破 而且他每次都是感觉就是 200%的力气 你看他累的都这样的 后来 那个王志伟快累 快累 没有 完全靠他不行了 他也累了 我的体能有很大问题 到最后阶段我已经走不动了 一开始 一开始胡盖也是因为王志伟嘛 他那几个突破嘛 非常犀利 非常的快 无论是他的突破 还是他的杀伤 其实对大湾仔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我没有想到他有这么快的一个速度 然后我和范宇轩去防守的时候 有点吃亏 那我们要恭喜大湾仔替南部赛区再得一分 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我这感觉历时要重演了 但是我这个还对我们接下来这个球队有信心 主要是我们这个快男这个太累 这个进攻都围绕着他来 而且变化比较少 对 我体力实在是没有了 我都走都走不动了 而且我们两个这两个队吧 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就是这个犯规啊 太早就四次 所以到最后没有办法去高强度的防守 一碰都是犯规 所以这个得需要总结 首先我觉得一开始 就是我们在防守这边 做的不是很好 然后就是被王志伟连续的突破上篮得分 但是后面 经过杨明指导的暂停 然后我们进行了部署 就是让他限制一下他的这个突破 所以就是后面他们做防守就做得很好 而且我们的内线 在顶抢篮板这方面 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看到小人得志的嘴脸了吗 所以还有一场 我们希望南部赛区继续加油吧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